潘金莲就这么走了 我还以为他被你写得那么惨 提及自己命运时总该大闹一下的 人物的悲哀来自时代的缩影 又不是作者的恶意 今年的结局是他的出身和性格所注定的 你简直是魔鬼 我书里若有个心比天高 身为下贱的美人 我可不会那么狠心 真的吗 曹宫也是一位魔鬼啊 说得好像你不是魔鬼似的 搞不懂你们这些热衷虐闻的 文学要给读者留有希望 文学要让读者认清现实 要认清命运 还要认清归路 你们没希望了 其实我觉得 相比于林冲那样 本可以安度平生 却遭到飞来横祸的人 大部分人物有因有果的悲剧 已经是便宜他们了 哦 那林冲会怨你吗 我就要来问问 干什么 都说了是时代缩影 不是作者恶意 林冲的悲剧 那是世道的错 既然是世道的错 那我要叫来林冲 你怕什么呢 我 嘿嘿 这就是你家那位姓林的 看起来很不能打的样子 林冲给大家表演一个棒打 曹都头 我不是都头 说顺口了 曹粗头 林冲已是戴罪之身 先生们不要取笑 事到如今 只好倘我实乖命减霸 说到实命 看到那个白衣服的人了吗 他是你的作者 施奈安 掌管你实命的人 作者 嘿嘿嘿 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兄弟 施工受小可一败 你清醒一点 我幼年时曾求建功立业 也求封喉响妙 而今林冲别无所求 指望日后妻子无恙 我虽遭贬 也能落个卑职 安身立命 实功即使掌握实命的人 我只求从轻发落 什么世道 荣官荣废的大宋 世道却乎昏乱 我是说什么世道 竟能让人像魔鬼求救 水浒英雄出场时 便说是妖魔了 妖魔求助于魔鬼 天经地义 你们在说什么 所以这位掌管我实命的人 是个魔君 没错 他是个专门写草野荡蔻的魔君 怎么能让这种人 掌管了你林冲的命运 对不 魔君 霸眼 是林冲命当如此 唉 你只愣起来啊 我说什么来着 悲哀的社畜们 是不懂得反抗命运的 哈哈哈哈 嘿 我就不信了 看我找个人来 把你这魔君 打得管爷爷我叫爹 这辈分乱的 毕竟吴承恩 只是个没人伦的狐孙 你孙外公今儿 要来降妖除魔 这么喜欢当长辈 不如我给你叫个人来吧 爸爸 上哪儿 上西天吧 这就让啦 被吕布叫爸爸 可是有生命危险的 急着上西天 倒也不至于这么急 好女婿 知道管岳父叫爸爸了 岳父 你有女儿吗 你就乱认 我女儿啊 来了 哦 真是人不可貌相 没想到您长得跟豪似的 家中却能有这般美丽的女子 吴先生别伤心 粗柳搏脊戟系柳斗 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这个吕凤仙 炮色的毛病 真是一点不敢 红颜枯骨 早日参透吧 变 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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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的贤虚 你看中了我哪位女儿呢 哎 别走啊 我给你召唤个真的来 我主愿以脱国之父 招赘你为夫 少来这套 他又是什么变的 你这思好生无理 我家陛下自食龙凤之姿 你去问什么 哎呀 失礼了 多有冒犯 敢问将军姓氏 将军自姓吕 太师自姓董 你 太师是什么人 太师是我父 这么说来 将军随的是母姓 这 不是 那太师是我义父 那么说来 是您先父姓吕 他先父姓丁 你这个写破书的 不要来胡搅蛮缠 陛下 看到他手上那把刀了吗 他就是用那玩意儿 把他姓丁的先父捅死的 啊 我生父本姓吕 那丁元 不过是一匹夫 所以 你管三个人叫过父亲 并亲手杀死了一个 我真是慈不长兵 你于心何忍啊 董义父也是他杀的 啊 这这这 那董卓国贼 望战中原 荒影无道 我杀他那是为人间除害啊 够了 我纵人有心思凡 也要个干净清白 善良人弱的人 将军回去为你的人间除害去吧 我 哎 怪可怜贱的 给孩子把原配叫回来吧 不能算原配吧 貂蝉 那可是特地去消遣他的 你闭嘴 我有画面了 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 咱家特地要消遣你 也好 叫貂蝉来做个了结 将军 晚了 吕布已经走没影了 就走了 那我们的逃懂大计怎么办 那倒确实不好办了 啊 不然你也去献个刀 我呀 趁他睡着 给他点个天灯 也不是不可以 没听说过 到时候把大汉丞相奖励给你 去你的吧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貂蝉姑娘 凤仙的情人 你也可以叫他小凤仙 我可不是那傻袍子的情人 罗冠中你是狮子安的徒弟 我是不是可以管你叫小狮子安 直接叫他铁狮子坟算了 嘿 不要说这等不吉利的话 怎么 雪芹你怕坟 畏惧鬼神 不是人之常情吗 哈哈哈哈 神鬼同人一样是有喜怒 不哀惧的人 有什么好怕的呢 一点也不可怕的 鬼见了我都躲着走 大奸大恶之人 鬼神不禁 这倒属实 你们这么一说 我还真觉得这群里 从刚刚就冷生生的 不要胡说 他没有胡说 啊 什么鬼撞进来了 哪年死的 见过三国没有 没有 那见过大宋吗 他是个不长眼的倒霉鬼 让我看看他的模样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皇上 清朝的 那没事了 原来只是个不长眼的倒霉后生 你来威夫私访吗 我家已经倒了 你爹还不放过我吗 什么皇上 我是蒲松林啊 是 与之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